头69线支线道路之前在县议员王彩云的反映之下 在路口进行道路拓宽工程 在拓宽后也确实的方便民众转弯汇车 但因为整条道路200多米需要拓宽 县府仅是座路口部分 在民众的澄清之下 县议员王彩云今日也到现场汇刊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紧述的筹策经费 将后面的路段来改善 保障居民的出入安全 当然当初就是因为修县车都很危险 有扩宽的一部分 不过是县长承诺 厨长也承诺 要把这一条道路 把他衔接到我们的天线廟 就是我们王神水家的一个信仰中心 结果做一半而已 也有看到现场实在很危险 当地的居民都觉得 这样晚上很危险 希望这个工程会很快来完成 居民表示 这条道路拓宽减一半 在通行上常因为汇车造成不方便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来帮忙 让他们通行能够更安全 天线公这就是做口线一周一周 很多人 我就是希望我们有关单位 把我们关心一下 做到一后 这条路面现在会安全 这条路面是怎么办 现在这条路面就是 如果车来 车来一台来 我们就不能过了 很危险 我会在晚上 这四山都很坏了 麒麟里长黄雾言表示 感谢县府两年前来拓宽 这一路段 单位拓宽的部分下方 就是一个高低落差 非常大的边坡 稍不注意就会发生坠落的意外 也希望县府能够来帮助 后续路段的拓宽 让居民通行能够更安心 这条路本来就是真的 在两年前 做这段的 做这段的是真好 没错 但是我们头前那里 算是很危险 落的就是一个卡在那里 实际上说就是 那好像死亡含正 如果没注意就落下 很危险 这条路的出现的人 也很少 如果有关单位 我就敢做好事 在这条出现的机会 也会很安全 也会很方便 副一长潘一泉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紧速地来协助 改善拓宽工作 保障居民的出入安全 记者崇伟一 普立镇财宝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